让乔景文感到更奇怪的是,那熊孩子被打成这样,竟然还开心地笑,笑里还有浓浓的幸福。 哎,好了好了,你们这样打孩子是不能解决问题的,孩子年纪还小,让你们家孩子不要再欺负他就好了。 乔景文觉得非常憋屈,上门要说法,没想到还得劝架。 对方那臭小子实在是邪性,沈渊两夫妻对视一眼,还是觉得有些隐情,决定先回家,明天再来打探清楚。 哎呀,实在是对不起了,这是一点的鸡蛋,你们回去给孩子煮熟了滚滚,很快就好了。 这家人啊,也实在是老实地过分,二话不说,就把家里鸡蛋全都拿出来了。 这家这情况,乔景文怎么可能会要呢?简单说了几句,就离开了。 至于,这孩子接下来会咋样,就管不到了。 只是刚才啊,他那笑容实在是诡异。 一般孩子被家人打,不说反抗,起码会大哭特哭吧,这孩子简直是诡异的不行。 此行最大的收获,是沈志书解开了心结,没有因为被同学欺负而落下阴影,这才是做家长愿意看到的。 反正今天也不做生意,咱们去逛街好不好,不过提前说好了,你们可以拦着我,一个铜板都不要给我花,一定要拦着我。 小景文对于自己大手大脚,非常的深恶痛绝,每次出门都要买买买,什么时候口袋里的钱花光了才回家。 关键,买的东西回家一看,很多都不实用,特别鸡肋。 今天出来啊,就是给沈志书找回面子的,身上根本就没装几个铜板,乔景文说得大手大脚,根本就不现实。 从街头逛到街尾,每个人手上就多了一根冰糖葫芦吧。 沈渊经过乔景文的荼毒,已经在慢慢接受这糖葫芦的味道,只是里面的酸味实在是难以下咽。